徒步爬上山眼前一堆枯木 这是哪里游客好傻眼 有水中倒影什么的 可是因为现在都是没有下雨的季节 所以来这边就是一片枯木 期待中的枯木倒影到哪去了 干枯树木横躺在泥土地上 这里竟然是忘忧森林 这样没有市场 你可以吗 过去广告中的忘忧森林云雾缭绕 导演魏德胜踏进水潭 仰望美景如梦似幻 但这三个多月来 朦胧又梦幻的忘忧森林 没有雨量进涨 不但没水只剩下干枯泥土 过去是睡天一色枯木倒影 但如今枯木依旧 地上却是干巴巴泥土地 像今天我进来 现在连前面的那个水塘都没有水 真的是少非常多 汗象严重连忘忧森林也遭殃 今年的枯水期可能会延续到六月 比往年还要长 网友森林沼泽地雾气消失 只剩下枯木 昔日台湾旧债沟美名 朦胧气质不在 尽管上午零行降雨 但想恢复昔日景色 恐怕还需要老天再帮点忙 记者蔡玉凯南投报导 这样有 好